蜀汉四相之董允 董允自修昭南郡之江人 是三国时期蜀汉重臣 与诸葛亮 蒋婉 费一并称为四相 董允小的时候跟随父亲董和 从荆州南郡搬迁到益州 后来董允在益州墓刘章手下为官 刘备夺得益州后继续任用董允 还任命他为太子摄人 刘善继位后 董允与费一同为黄门侍郎 诸葛亮北伐在外时 董允负责在宫中辅佐君主 维护蜀汉后方的稳定 董允为人恪守正职 礼贤下室 所以后来他又被加封为辅国将军 大司马蒋婉并重后 董允以室中先上书令的身份 协助大将军费一代理军国大事 公元246年 董允在成都去世 董允为官一生 两袖清风 淡薄名利 政绩显著 他去世后 蜀汉人民都表示惋惜